男子假视其美冒充警察与女医生交往片财片色 我有房有车我会照顾你保护你 担心假警察身份被揭穿男子起杀心连害两命 用事先准备好的尼龙绳将张医生活活的勒死 警方调查线索却被引向他人 男子嫁祸伎俩能否得逞 这个男友是恶魔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3月15号在南方某市的110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电话称 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职工宿舍楼里 发现了两具女尸 警方立即赶到了现场 这是一个两室一厅的套房 面积不足50平方米 屋内有被人翻动过的痕迹 一路散落在一地 法医经过现场检查后认为 两名死者大约40多岁 女人生前被他人用尼龙绳勒住颈部 导致窒息死亡 从捆绑的方式看 两名死者应该是被同一人给杀害的 现场蒙川网好 没有被撬动撞击过的痕迹 警方初步判断 应该是熟人作案 而且这个人有一定的反侦察经验 现场并没有留下他的指纹和脚印 就连受害人身上的身份证银行卡 都没有留在现场 这无形当中增大了警方破案的难度 一套民房两条人命 现场的惨状让人是触目惊心 这两个受害人究竟是谁 他们又为什么遭此劫难呢 警方首先找到了这个房子的房主 他告诉警察 他把房子租给了一个姓张的女士 他在对面的妇幼保健院上班 民警随即来到妇幼保健院调查 经过对照片的辨认 两名死者都是该院的职工 一位是张医生 另一位是洋护士 妇产科的张医生 是该院的骨干医生 在当地小有名气 他离婚多年 现住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宿舍楼里 而洋护士是张医生的搭档 私下里两人是好朋友 张医生性格温顺 从来不会与人红脸 两人都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让两个本分的女人同时遭遇了杀身之祸 而洋护士为何会出现在张医生的房间里呢 正当警方深入调查时 医院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一周之前 有一位产妇在生产中意外死亡 当时正是张医生和洋护士结产 这个产妇年近四十 多年来一直没回上孩子 多方寻医问药 却都未能如愿 这次成功做了试管婴儿 全家人是满怀欣喜的 等着这个孩子的降生 没想到却在生产当中意外大出血 一尸两命 死者的家属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活生生的人在医院没了 医院理当承担赔偿责任 于是向医院提出了两百万的赔偿要求 但是院方却认为 产妇大出血是羊水栓色造成的 医院的诊疗没有过错 不应当赔偿 愤怒的家属 把灵堂设到了医院 还纠集了一大帮人 找到了张医生租住的房子 对张医生是大打出手 幸亏公安人员及时赶到 否则那天非得发生人命不可 据当时在场的同事回忆 那帮人在走之前气势汹汹的对张医生说 你给我等着我绝不会放过你 我要让你一命长一命 没过几天 接产的张医生和杨护士就死在了出租房里 那会不会是这群人为了报复而将他们残忍杀害呢 警方通过对当天医闹人员进行了逐一的排查 发现在张医生死亡的当天 这群人正在料理丧事 没有作案时间 他们的嫌疑被排除了 这时死者张医生的哥哥从外地闻讯赶来 他向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 他说妹妹前段时间交往了一个男朋友叫王平 他们本打算3月15号回老家和亲戚们见个面 当天中午我给妹妹打了个电话 想问问她他们什么时候回到家 可电话是王平接的 他说他们应该下午5点左右到 后来再给妹妹打电话 就始终处于了关机状态 这左等右等没等来一家人的团聚 却等来了妹妹的死讯 这个王平很可能就是最后接触我妹妹的人 听妹妹讲 他的男朋友王平还是某分局的警察 但王平会不会是杀害张医生的凶手呢 果然确实有一个叫王平的警察 但这个人在三年前就已经辞职了 现在经营着一家五金店 办案人员来到这家五金店 一眼就发现了和现场一模一样的尼龙绳 店员说 老板王平三月十五号去外地进货了 现在还没有回来 办案人员敏锐的感觉到 这个王平很可能就是真凶 张医生和杨护士的死亡时间是三月十五号 而王平当天刚好去了外地 至今未归 一时间 警察杀人后再逃的消息在当地传开了 附近的居民晚上都不敢出门 看来唯有尽快抓住这个叫王平的人 才能消除大家的恐惧 没几天 王平就在外地被警方给抓获了 可到案后的王平却显得十分的平静 他说他根本不认识什么张医生 杨护士更没有来往 怎么可能去杀害他们呢 为了弄清真相 公安人员对王平的通话记录和行动轨迹 进行了技术分析 发现他和这两个受害人之间确实没有交集 而且据供应商证实 在案发当天 王平确实不在本市 至此 王平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王平交代他并不认识张医生 更不是张医生的男朋友 难道是张医生哥哥提供的线索有误误吗 就在调查陷入困境时 警方从监控录像中发现了一名神秘的男子 他们发现在案发当天早上 有一名男子四次进出了疾控中心宿舍楼 心机十分可疑 通过对肖像的比对 公安人员在信息库里 找到了一个名叫徐刚的人 与监控画面所拍到的男子 最为相似 徐刚 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服刑五年之后 因符合假释条件 被提前释放 现在还在假释期内 张医生 杨护士和这个徐刚 是否认识 他们的死和徐刚 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民警决定 把徐刚的照片拿给张医生的同事进行辨认 可他们的回答却让警方大吃一惊 同志们异口同声的说 这不就是王平吗 这徐刚怎么和王平扯上关系了呢 从照片上看 这徐刚和王平长得也不像啊 警察对徐刚进行了网上通缉 在外地警方的协助下 把徐刚抓获归案 到案后 徐刚却大呼冤枉 他说在假释出来之后 他已经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了 绝对不会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他还说 他根本就没见过什么张医生 可警方通过查看徐刚手机上的通话记录发现 在死亡之前 他与张医生联系频繁 而且他无法解释 为什么在3月15号早上 他四次进出疾控中心宿舍楼 在戳穿了徐刚的谎言之后 徐刚的心理防线被击破了 他主动交代了 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宿舍楼里 先后用尼龙绳活活勒死张医生和杨护士的犯 究竟徐刚和张医生杨护士有着怎样的血海深仇 才会将他们残忍杀害呢 男子冒充警察网上聊天 骗取女医生信任与其恋爱 对他说 你太辛苦了 做女人不需要这样 我有房有车 将来我会照顾你 保护你 女医生要带男子回家见父母 男子却心生恐惧 这饭可坚决不能吃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要是发现自己冒充警察还在假事期内 那肯定得被抓回去坐牢啊 担心假警察身份暴露 男子暗示杀心 这个男友是恶魔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事情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徐刚因为有犯罪前科 被假释出来之后 没有单位肯接收他 百无聊赖的他 只好成天泡在网吧里 在虚拟世界当中度日 这眼看着钱包越来越贬 他得想法子找点钱花呀 通过QQ聊天 他认识了张医生 张医生不但长相可以 而且经济条件也不错 应该是那个可以下手的对象 为了拉近与张医生的距离 他谎称自己在公安局工作 名字叫王平 但是张医生是著名的产科大夫 有知识有文化 又有过一段婚事 怎么会轻而易举的 就被通过QQ聊天认识的徐刚 给蒙骗了呢 对此徐刚颇有些得意的说 这还是得看个人的本事的 我可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有一天我到五金店去买东西 无意中得知老板叫王平 原来是公安局的 三年前就下海经商了 我便想到了 以王平的名义和张医生相处 但是你要假借别人的身份 你必须得考虑周全才行 你说你是体制内的人 你得说出个一二三 所以我花了不少时间 查看公安局的网站资料 我得知道这局长是谁 副局长是谁 机关是哪的 工作经历是什么 这样张医生问起来 才不会露馅 就这样徐刚开始慢慢的接近张医生 取得他的信任 接下来徐刚要做的就是投其所好 他仔细的浏览了张医生的微博 微信和QQ空间 徐刚得知张医生经常会因为下班晚 而不能按时吃饭 所以他在网上就搜罗了一些 养胃的食谱发给他 他发现张医生喜欢美食 他就会在淘宝网上 给张医生买一些特色的小吃 给他寄去 在徐刚体贴的糖衣炮弹之下 张医生对徐刚渐渐产生了好感 直到张医生离婚之后 独自一人在外打拼 徐刚便乘胜追击对他说 你太辛苦了 做女人不需要这样 我有房有车 将来我会照顾你 保护你 就这样 徐刚的花言巧语 轻易地骗取了张医生的信任 二人很快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并住在了一起 此时的张医生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一场致命的厄运 即将来临 当张医生沉浸在甜蜜的爱恋中时 他却浑然不知 与他同床共枕的这个男人 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徐刚在和张医生交往之余 还同时和另外四个女性 关系暧昧 两人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 张医生提出 三月十五号 希望徐刚能跟他回趟老家 他要正式把徐刚 介绍给自己的家人 徐刚一面拍着胸脯 对张医生说 到时候咱们开着警车 风风光光的回去 另一面 他心里却清楚 他不仅没有制服 更搞不来警车 这事迟早得露像 他想这当务之急 是得赶紧抓紧时间收网 想办法从张医生那里搞到钱才行 三月十四号上午 也就是徐刚答应 要和张医生回老家的头一天 张医生兴高采烈地给徐刚打电话说 真是太巧了 我们愿新来的小王 说他男朋友也是你们分局的 还说明天中午约我们一起吃饭呢 徐刚虽然嘴上爽快地答应 但心里却泛起了嘀咕 是不是张医生开始怀疑自己了 这饭可坚决不能吃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要是发现自己冒充警察还在假释期内 那肯定得被抓回去坐牢 但是如果不去 张医生会不会有所察觉 甚至到公安局去告发自己呢 当天下午 心烦意乱的徐刚来到医院接张医生下班 张医生让他一起送洋护士也回去 路上杨护士无意中说起 他明天要去取公积金 可能有好几万 说者无心 听者犹疑 一听说杨护士要取好几万元的现金 徐刚立刻决定 要在自己的假警察身份暴露之前 拿到这笔钱 于是一个残忍的计划 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 当晚 徐刚借口出来买烟 他来到王平的五金店 买了一根尼龙绳 回家后 他小心翼翼的藏在了卧室的床底下 之后 他装模作样的帮张医生收起了第二天的行李 两人甚至聊起了在哪里办婚礼 结婚穿什么衣服 徐刚对张医生说 明天你要坐一天的车 肯定会很累了 我帮你按摩一下吧 张医生是欣然答应 趁着按摩的时机 徐刚用事先准备好的尼龙绳 将张医生活活的勒死 然后将尸体用床单包裹起来 他还不忘把现场可能留下指纹和脚印的地方 都给擦干净 做完这一切之后 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 他感到了一丝困倦 便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天已经蒙蒙亮了 他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 可找了半天 只找到六百多块钱 于是他拿走了张医生包里的银行卡 打算出门取钱 至于张医生的银行卡密码 徐刚可是早有准备 有一天晚上 借着与张医生亲热的时候 他不经意的说 亲爱的 将来我的钱都交给你管 我的银行卡密码是975310 我不想对你有任何的隐瞒 张医生点点头 依偎在徐刚的肩膀上 看张医生没有反应 徐刚补充了一句说 但我不会要求你 把你的密码也告诉我的 我要给你充分的自由 张医生迟疑了几秒钟 对徐刚说 什么你的我的 我的密码是720520 意思就是亲爱的我爱你 可令徐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密码不过是张医生 随口那么一说而已 3月15号早上7点多 徐刚拿着银行卡 来到贵源机取款 可由于密码不正确 他没能从张医生的卡里 把钱给取走 大约8点多钟 徐刚回到了疾控中心宿舍楼 徐刚在房间里待了两个小时 这期间他把张医生的手机 身份证等东西都通通的给包了起来 扔在了张医生的卧室里 准备一会带走 他想这样的话 公安机关就很难在短时间内 查明尸体的身份信息 给他的潜逃赢得时间 10点左右 徐刚估计杨护士已经拿到了攻击金 于是他用张医生的手机 给洋护士打了电话 说给他带了点东西 让他来疾控中心取 男子没有从医生的卡里取到钱 决定对女护士下手 想给他喝点安眠药什么的 让他睡一觉 然后趁机把钱拿走就得了 一阵电话铃声 医生的尸体被女护士发现 没想到杨护士打开了那间卧室的门 既然他看见了 我就只能把他给灭扣了 眼看罪行败露 男子在下杀手 女护士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这个男友是恶魔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大约半个小时 杨护士满怀欣喜的来到疾控中心 他哪里想到 这竟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一进门 杨护士就问他 你们今天不是要回他老家吗 怎么还不走啊 徐刚说 他出去买回家带的东西了 等他回来我们就走 你在沙发上稍坐 我去给你倒水 说着便走进了厨房 这时电话响了 杨护士一听便知道是张医生的手机铃声 杨护士顺着声援寻找过去 他推开了卧室的门走进去 眼前出现了惊魂的一幕 他看到张医生的尸体躺在床上 他踉呛的后退了两步 刚一回头便看见徐刚站在他的身后 他意识到危险正一步步朝自己逼近 他想逃 却被徐刚有力的胳膊给挡了回去 徐刚用剩下的尼龙绳勒住杨护士的脖子 没多久杨护士便断了气 他将尸体扔在了另一个卧室的地板上 丧心病狂的徐刚此时已完全失去理智 为了拿到巨额钱财 他不惜接连残害两个无辜的生命 但当他急切地打开杨护士的包时 却大势所望 原来早上杨护士是已经去了一趟攻击精中心 可由于资料不齐 没取成 他本打算下午再取 可没想到却遭此恨祸 徐刚心想 一定是杨护士把钱取了之后 放回到家里去了 于是徐刚拿走了杨护士身上的钥匙 离开疾控中心 到杨护士的家中去寻找攻击精 可这钥匙却怎么都打不开房门 原来杨护士住在1101房间 而徐刚却继承了1001房间 徐刚以为是他把钥匙给拿错了 他只好再次返回到疾控中心的出租房 然而让徐刚遗憾的是 这里却并没有找到其他的钥匙 他恼羞成怒 自己精心设计的局 居然却一无所获 他决定破釜成舟 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快中午的时间 徐刚第三次离开疾控中心 到对面的富有保健院 杨护士的办公室里找钥匙 然而杨护士的办公室里 根本就没有钥匙 由于找不到钥匙 徐刚决定放弃 第四次回到疾控中心的他 拿走了张医生和杨护士身上的现金 共1100多块 就在这时 张医生的哥哥给张医生打来电话 为了不让他怀疑 徐刚接起了电话 说张医生正在卫生间 他们马上准备出发 大概下午五点多钟到 随后他带走了两人身份信息的物件 匆匆离开了疾控中心 潜逃到了外地 然而让徐刚没有想到的是 他四次进出疾控中心 都被监控探头 清楚的记录了下来 徐刚被抓获归案后 他对警察说 我本来没打算杀死杨护士的 想给他喝点安眠药什么的 让他睡一觉 然后趁机把钱拿走就得了 可这个时候 张医生的电话响了 我当时也没反应过来 他的手机在什么地方 没想到杨护士打开了那间卧室的门 既然他看见了 我就只能把他给灭口了 不久 当地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徐刚的行为既有截取财物 又有杀人灭口 那么应该如何定性呢 是构成抢劫罪 故意杀人罪 还是两罪 恕罪并罚呢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抢劫过程中 故意杀人案件 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规定 行为人在截取财物 而预谋故意杀人 或者在截取财物的过程中 为了制服受害人的反抗 而故意杀人的 以抢劫罪定罪出发 之所以这样规定 是由于杀人的根本原因是屠材 故意杀人成为了截取财物的手段 刑法理论上称之为吸收犯 杀人的手段被截取财物的行为给吸收了 在这种情况下 杀人成为了截取财物的加重情结 应当以抢劫罪论处 相反 如果是抢劫完成之后进行灭口 那么抢劫行为和故意杀人行为之间 就是相互独立的 在这种情况下 则应当按照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 恕罪并罚 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徐刚死刑 立即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徐刚利用社交平台作为掩护 将自己假扮成人民警察 利用微信QQ等现代通讯手段 接近张医生 获取他的信任 骗财骗色 最后将其残忍杀害 这样的教训是惨痛的 互联网正悄然着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在网络交友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当有一双识别真伪信息的慧眼 记住不要轻易见面 不要轻信许诺 不要轻易掏钱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分手两个月 前男友就把他告上法庭 徐公想要分手 就得先把这二百万元还给自己 这笔二百万元巨款究竟从何而来 自己这两年在徐公身上花了不少的钱 旅游 租房 还有生活 都是自己付的钱 前男友是否真为他花了二百万元 分手后 他到底该不该还这笔钱 好债的前男友 明日